老板,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找人家,人家想死你了 小月妹子,你不在外面好好烧钱,怎么跑我这里来了 你个没良心的资本家,难道人家在你眼里,就只是一个烧钱工具吗 人家还可以为你做更多的事情,只要你想,什么都可以 那我现在饿了,咱们吃顿宵夜吧 宵夜,三更半夜的,哪里来的宵夜 等一下你就懂了 讨厌,人家不理你了 怎么说走就走了,小月妹子,你快回来啊 原来又是一场梦,尼玛,怎么最近老是做这样的梦 起了个怪,为什么小月妹子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来找我要钱了 这不科学啊,明明公司这么多的项目在同时开展 应该每一天花出去的钱都是天文数字才对 怎么,她一点都不缺钱的样子 我尼玛,当员工的不找老板要钱,就尼玛不是个正经员工 老子当初就是看中了你的花钱能力 结果你倒好,竟然把烧钱能力给丢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一定要给你点压力才行 老板,我这边有好事情要跟您汇报 小月,你最近让我有些失望啊 老板,我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吗 你还好意思问,你自己难道心里一点都不清楚吗 以前我是非常欣赏你的能力的 但是你最近的表现,真的让我十分失望 我希望你能不忘初心 行了,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一句话,如果有一天公司去钱了 你直接来找我就行 好的,老板,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反思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 终于不负众望给集团带来了一千多亿的现金流 各个项目全部都已经上了正轨 不出意外,下一步就是上市了 到时候集团将会成为国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第二,本末道志 咱们的初心是打造世界顶级影视城 所有的发展都应该是围绕影视城去规划才对 而我们现在重心却是在做小区楼盘 一旦影视城没有如期建成 这些附属小区都将变得没有价值 这无疑是最大的损失 第三,外患 现在肯定很多人在盯着咱们手上的这块肥肉 不排除会有人使用一些手段制造问题 而我们此时却没有任何的 对抗风险的策略和准备 一旦出现问题 就会引发蝴蝶效应 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说,十三大佬会对集团目前的发展失望 真的不是没有理由的 难怪老板会失望 真的是我太心急了 险些筑成大错 没想到老板人不在公司 却对集团的情况了如指掌 一语道破天机 原来我还觉得我有些委屈 没想到老板是在教我做事 真是太惭愧了 十三大佬 我真的是太佩服你的眼光啊 白少 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戏 您不知道吗 您旗下的飞顿资本短短一个月 就形成了惊人的逆转 二十个楼盘预售报表 狂暗千亿资金 简直创造了业界神话 什么,业界神话 小月妹子赚了这么多钱 哥竟然还对他进行一波批评教育 这也太尴尬了吧 要不要去给他道个歉呢 不行,这也太卑微了 哪有给天高道歉的道理呢 可是确实是我做错了呀 这让老夫如何是好 是小月妹子的电话 小月 刚刚我不是故意要那样说你的 老板 我明白的 如果不是您的提醒 我险些犯了大错 对不起老板 是我太急功近利了 我很惭愧 老板 您已经够忙了 却还要为我的过错买单 傻 小月妹子是不是有啥误解啊 居然主动承认错误 难道飞顿资本真的出现了问题 不会这么巧吧 老板 真的非常谢谢您 我一定会记住这次的教训的 看来 一个公司或多或少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就算是世界五百强也不例外 他们肯定是仔细反思的一番 发现了一些问题 才会觉得老子早已看过一切 无形中老子又撞了一回逼 尼玛 为了为之形象 也只能因为情难承认一下吧 小月啊 你能意识到这些问题 我很欣慰 加油 老板 您实在太好了 我就没有见过您这么好的老板 出现了问题 不但没有爆发雷霆之怒 反而手把手叫我如何当好一个总裁 谢谢您 无形的装逼最致命 老子也不想装逼 奈何实力不允许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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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